屏東東港第一尾黑鮪魚 賣出了高達310萬的天價 隨著黑鮪魚即開跑 餐廳夜者也艱辛推出了各種黑鮪魚料理 除了生魚片之外 無論是真的煮的炸的都品嘗得到 有餐廳甚至把黑鮪魚結合屏東的芒果 黑鮪魚切片擺盤 除了老饕最愛的生魚片外 其他烹調方式也很適合它 鍋子下擺著稻草 上頭隔了烤架 整塊黑鮪魚放上去烤 黑鮪魚的皮油 然后我们下去用稻草 下去炙烧 让它有一个香味 将炙烧过的黑鮪魚切片 每片中间再加来自仿山的爱文芒果 淋上酱汁就完成了这道烧芒果黑鮪魚 吃起来酸酸甜甜 还能混搭排骨海陸双吃 和葱蒜辣椒一块拌炒 这道椒盐黑鮪魚排骨成了下酒料理 想吃清淡的就将鱼下巴下去蒸 搭配酸菜 黑鮪魚粥也很有创意变化 倒入虾子蟹肉鹅啊 还有干貝等海鮮 和蔬菜块熬煮成海鮮汤 最后加入油炸过的香米 那个香米 下去炸过的香米 随着黑鮪鱼季开炮 屏东东干海鮮 餐厅业者也磨当霍霍 精心准备各式黑鮪鱼打餐 老涛快手把最好的部位夹走 黑鮪鱼季刚好碰到了母亲节前后 餐厅业者看准商机又美味掳获顾客 记者连评许穷文评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